你信我的 你跟我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我 我一时人生拍的都保守了就那电影 你知道什么叫赛车吗 哪个男孩子不喜欢赛车的呢 那玩意上头我怕花钱 已经意识到了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是国内最顶线的车里的基地 让你去参观 你只要到那一下我就恨你爹 不是 有阴谋 那为什么非要我到那呢 因为我那个账单不是还有什么 因为最近有一个开放名额可以参观 你想那是一般人能过去的吗 真不花钱哦 我老婆管钱 不花钱 走走走 走走走 不花钱就怪了 我上次赛车的账单没付 啊 走走走走 刚你知道吗 其实跑赛车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事情 就你那些钓鱼啊什么养鱼啊 哎太贵了 跑赛车这么帅的运动 一年最多花个28钱来 几千块钱吗 我是你个鬼 不是 几千块钱 我可以请你不好意思啊 咱们就是关系都这么好 所以你要经常来上海 知道不行咱俩在上海做个房 你要也不要 啊 厉害 再不我就搞这个 深蓝G318 嗯 这车空间还挺大的 应该快上市了吧 啊对 而且他们官方特别有意思 搞了一个叫全民免费提车计划 就是帮未来的G318车主向网友去借流量 哎 这事你听说没 我听说过买流量的蹭流量呢 还有借流量呢 哎 现在客大车企不都是在抢流量吗 因为流量就代表订单 订单不就能变现吗 对吧 但是深蓝这波他还是想明白的呀 他是直接把流量变现给未来的深蓝G318车主 也算是被车主摩福利了呀 还是没咋听懂 这具体是怎么样呢 那我教你啊呢 你们也听好了啊 就比如说你是可以现在去官方账号的视频里面互动 点赞收藏转发评论怎么样都行 每一次回到他都会往梦想基金里面 助力3块1毛8 凑到一个一封底 然后厂家再把这些钱平封给上市后订车的用户们 哎 这个操作不就厉害了吗 那你多借点 我到时候订一个看能不能免费提一台 行啊 我还算了算的 这种机会免费提车的 哎兄弟们你们也去试一试 我让我身边的新闻号码我们都去糊涂糊涂 我要学位不高 如果你们要是免费提早车了 以后你们看到我就请我吃的饭 不够了吗 你们我们车队现在到了 来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付钱 不 男孩子的快乐时间 这台是吧 刚跑完12号的耐力赛 R8的GT3EVO 这台也是一台GT3 你们是不是最帅 这我们车队的领队 哈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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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啰哈啰哈啰 上车队放单 我车损呢 哦不是还没损 我等会跟你说那账单的车 正常我的车是01号 你要为什么要停在01号吗 因为我是最快的那个人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你没看有9人的地方 就是正常都是在这 哈哈哈哈 这轮胎对不对 这些东西吧 它是消耗平 一码是4个 这4个吧 一套就这样吧 我上一次用了得有个十来套 十来套 十来套 还得是你有实力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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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打的就是一个赖 不是 就是靠情怀 你不想在这跟车拍不到什么呢 不想看看就好了 完了 他变聪明了 那你说来着都来着 怎么能不上去感受一下呢 你坐一下是吧 哇 我托子机拿过来 我上去交代给他 我就先走了 什么事情都找他 他你认识大忙 此时的小刚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样 现在坐着 你自己在这演乐一下 呼应一下 呼应一下 我去拿二瓶水给你 好 兄弟们成了 A few moments later 找我结 对 什么东西啊 白线走了 白线说他上次开车账单找你结 一分33万元 开支车33万元 对 他说你大网红 大网红你有这个钱可以结 我老夫管钱 你不能下 你不能下 他说让我把你留在这里 那你就把我留在这吧 我今晚睡这了 你留在这吧 や � 你 那 亚